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要来看这些维安人员 是不是整个防疫也升高呢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进到疫情指挥中心 总统蔡英文身旁随护 紧紧跟在一旁 口罩也是戴好戴满 毕竟负责元首维安 国安局的防疫也不能马虎 因目前疫情严峻 国安局人员也早就启动一地办公 据了解至少分成两步 按照先前规划 还分成上午班和下午班 彻底断开人与人的连结 更何况 蔡总统至今还没有施打疫苗 看看光是进入营区 除了用电风扇改装的消毒器 左右护法 连赏头都有 堪称180度无死角消毒 病菌解决进入 这些国安人员 除了分开执勤 分开开会 就连出门还要视讯报备 确保没有到处爬爬灶 休假还得照三餐问候 一旦发现有人疑似确诊 最慢一小时内 接触人员都得关紧闭 总统蔡英文在520就职这天 也特别到国防部 慰问国军 从国安特勤到化学兵 疫情再严峻 还是得在第一线 担起重则大任 化石新闻 蔡英文学人陈一伟 开报道